民众搭火车通勤或出远门 对号车票集车哪个座位写得清清楚楚 但奇怪有名网友明明买到的是酒车的座位 一上车就发现车厢直到第八节 酒车车厢怎么消失了 很夸张 会觉得很不方便 看看网友的po文 他是6号一早搭乘高雄往台东701车次的列车 车票上明明就写了酒车 但这名网友上车后走到第八节车厢 再往后走就是行李车厢了 第九车无故消失 让网友直呼难不成是只有我 看不见酒车吗 从树林吊车厂始发的时候 大概发生一些状况 所以导致我们的原本酒量的列车 就是列车编组就少挂一辆车 台铁解释会出现消失的车厢 得追溯到5号 一列从树林吊渡厂发车的642次列车 因为车厢有问题 基于安全考量把原本的酒车变成了8车 但却没有通报给其他车站 上午9点53分出发 下午5点42分抵达台东 这时是列车长自己发现 车厢少一节才赶紧通报新作一站 发现少一节车厢的时候 他就守在巴车的位置 同时委托我们车站的同仁 透过高雄票房去跟客座股 要了一些座位 列车少挂一节车厢 却没有往下通报 导致只要是在5号下午6点前 买运售票的民众 都可能买到消失车厢的座位 大约有40个人受影响 但幸好列车长当场盖票 让乘客不至于没位置可坐 接着吴国珍 张信 高雄报道 接着吴国珍